我想要先讲的是昨天刘宝洁暴气 因为沈不洋同时他也故意去讲说呢 刘宝洁干嘛自己跳进来说 中共派人丁少这是你的节目啊 你是不是急了 那昨天刘宝洁他非常生气 他说他们已经做了说明跟澄清 那你还特别说干嘛要对号入座 关你什么事还说急了 说你此地无银三百两 那如果我不讲的话 你却又会说我默认啊 你真的是要我这个哑巴压死子吗 他也说你真的把我当成 叶原汁啊柿子挑软的吃吗 杨明哥 我要先跟导播讲一下 那个标题的博写错了 沈柏洋的博写错了 是阿伯的博写 你这个会跟横横抖内幕的小编一样 横横抖内幕小编就把他的沈柏洋的博写错了 但我不会因为这样出来护航的 但我们都我们在这边都要强调 我们不是沈柏洋的自己人 真的不是 其实这一次 因为东森那边是直接公布了 他们被自由时报记者查证的相关的那个LINE的对话记录 那个简讯全部都已经把它公开了 所以东森当然知道他们在那个自由时报在影射的是谁啊 因为那个连问的问题里面 包括东森电视台跟国台办 然后呢包括那个节目的名称 东森全部在那个记者提问的问题里面全部都写出来了 所以东森知道他们在知道你们在玩什么把戏啊 为什么宝洁要这么生气 因为那个节目是宝洁节目的假日版啊 对他还跟那个年轻的主持人拍过一支宣传广告啊 所以对于刘宝洁来讲你在影射我的节目 或是我的节目相关的节目是有被中共监控的 那他输可忍输不可忍 当然要跳出来啊 否则如果有点点 那到时候你们沈柏洋说你看被影射的节目 现在一个屁都不敢坑 对不对 那我是觉得刘宝洁最近这几天他们展现的态度 才是正确的态度啊 那所以我像这个 我只能说这个沈柏洋他们或说绿营 最近他们在攻击很多的议题 至少先拿出证据来 我觉得拿出证据有这么困难吗 就好比你要指控这个什么 傅昆奇跟这个黄国昌联手 他们是要这个毁台 配合中共来毁台 然后呢这个范吉斐 当时他上范吉斐节目 人家问他说你有没有证据 他说证据就是傅昆吉有去中国大陆 没错 就这样 就这样你就可以写一篇小说 难怪 我说其实我认为 沈柏洋最该做的不是国会议员 应该做的是小说家 他现在写的所有的这个情节场景 都可以变成一篇很好的抗中小说 真的 描述一位这个反抗中国 这个暴政的一个台湾 这个补习班老师 靠自己的努力 这个不断的变成大学教授 还变成这个官官政府的官员 最后呢变成国会议员 这样一个奋斗的故事 返校二 这个有点冷了 怎么会 因为返校是鬼故事 他这个也快要鬼故事了 这个不太一样他是想要做神鬼 神鬼博洋 他想当神吧 沈博洋变成神鬼博洋 这才冷 好那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这一次这个自由时报报导的这种所谓的中国媒体 你听闻这些消息你怎么没有去举报去通报 后来他就说了他说他有通报 好那他通报了谁没有讲 但是他说他有通报类似国安的单位好 那请问这两个月来国安单位做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做耶 NCC没有做陆委会没有做文化部没有做 包括国安局都没有做啊 所以像那个那个宝洁他就说奇怪了 那你如果有通报 为什么我们节目这几个月都没有人来问过 问过我们任何一件事情都没有啊 那那那这是什么意思 还是其实那就是沈博洋 从原始这个整个故事的概括 就是原著小说就是沈博洋 那沈博洋提供给国安系统 国安系统也不知道怎么查 最后决定放给媒体 放给这个这个平面媒体 让他们去修理这个电视台 结果最后发现原创者居然就是沈博洋 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我不知道 但是目前看起来就是一个毫无任何证据啊 所以我只能我是希望啦 未来至少你要玩认知作战 你至少要拿一点点证据吧 像这个事件是完全没有证据耶 完全没有证据居然可以这样 你知道人家东森是连那个 假日的电梯的监视器画面 全部把它调出来 然后呢还去访谈所有的这个 来参加过这个节目的来宾 谁谁认不认识呢 他们点名那个新华社记者 这个赵博 结果只有一个来宾认识 那个是张有化 张有化说他以前就认识 跟这个节目没有关系 所以东森你看哦 然后他们随随便便去弄了一个这样的事件 东森电视台要花那么多的力气去做相关的澄清 可是造谣的人不需要花任何功夫去做任何的这个解释或说明 然后自由时报今天就已经没有相关的报道了 船过水无痕 当作没这回事 就过去了嘛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很恶劣啊 可是NCC他们已经发函给所有的媒体了 说请这个他们这个广电工会 请这个所有会员要说明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这很荒谬嘛 很荒谬嘛 那这样的东西就是变成说 我们在台湾难道真的就要今天抗中抗到 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正当性的事情 都可以随便乱讲嘛 那以后我今天就随便讲啊 莎莎主播 因为我最近越来越觉得他又这个卷舌口音了 所以呢我觉得莎莎主播是这个中共同路人 我们可以这样吗 丁少 对啊同样的 包括民进党最近有一些这个公职人员 什么赵怡祥什么一些是议员啊 他们讲说哎呀有人发通告来 声音是什么中国口音 我怀疑我认为他应该就是中国人 不是你听电话你就可以说他中国人 你比王羲之还厉害 有一个王羲之现在有一个赵耳包啦 对不对 用耳朵听音变国籍 哎呀你这个声音应该是中国籍 那我真的很想知道 石板名副会不会打电话给你 那你会说他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所以我是觉得这些没有毫无根据的事情 就让他过去 否则如果有一天王伟忠先生要访问赵怡祥的时候 你会说他是中国人吗 也许王伟忠先生说对我是中国人 他就堂堂堂堂堂的中国人有什么好怕的 可是那个我们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这件事情 是不是用口音就可以听得出来 所以真的不要在 我是觉得这段讨论都是在秀下线 是很夸张的 那包括什么 像兵哥拿了一只手机 然后你要不要变成是什么 在帮对岸监控 我天哪 这种 这种逻辑真的是很夸张 那当然这时候我们就要帮兵哥回集一下林玉惠 你知道最近有有这个那个因为就是四方电讯的事情 对 那林玉惠过去是四方电讯的顾问 他是用四方电讯的顾问去参加很多那个公共工程的评选 他的职称就叫四方电讯顾问 那最近就有立委去问 四方电讯有没有任何的顾问 就是说有没有聘估任何的顾问这样子 然后四方电讯回应说他该公司没有顾问职缺 啊 该公司没有任何没有聘估任何顾问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要 这个是一个案外案可能要好好查了 就是到底林玉惠当时挂的那个顾问是真的还假的 怎么变当顾问啊 因为四方电讯是上市公司 你是一个上市公司的顾问 人家就会觉得找你来评选啊 好像很有正当性 可是今天这个四方电讯自己回给立委 那是中华电信去回给立委的文里面说 四方电讯没有聘估顾问这样的一个指称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还可以再继续去追查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 面食 甜点 以及手摇引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钟一次吃两颗吃大餐 It's so easy 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胜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呢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Go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与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时机的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